幸福密码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十一杰 积极改变捐措过剩的物资呢 所造成二次浪费 还有资源不均的弊病 现在有一个平台 郑重为大家介绍的是 爱股思想创的执行长陈嘉全 欢迎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嘉全 比较跟其他物资捐赠平台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提供的服务比较不一样是 因为大部分的都是资讯的刊登 大致上就是只是跟你讲 他们有需要这个东西 那你有没有要捐 就是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捐过去 所以平台不会知道 然后供应单位也不会知道 最后到底有没有捐成功 都没有人会知道 然后那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方式 其实是缺乏一个很好管理的机制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会知道每一笔 有没有捐赠成功 所以在我们平台上面的 不只是物资 不只是刊登他们的需求 当我们捐赠的时候 选择你要捐的数量 选择哪些供应的单位 那每一个供应单位来刊登的时候 规格跟尺寸跟数量 都要写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比如说像是老人的尿布啦 小孩的尿布啦 其实它有分尺寸 对 奶粉什么品牌 然后全新 这么细啊 还是二手 因为小朋友会挑奶粉嘛 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单位 都要很清楚的刊登 这一类的资讯 因为我们曾经碰过 例如说有些人会 刊登需要罐头 然后十个就结束 可是有些人是不吃牛肉 不吃辣 甚至是我们有一些单位 有回教信仰的 不吃猪肉 所以如果你只是写罐头 挤入 那是没有办法 正确捐赠东西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都会很详细的 去记录下来 然后变成是说 很多的大量的资源 融入到少数的 大型的非应力组织 因为他们的知名度啊 品牌啊 他们的服务啊 做的比较 让大家比较知道 可是对小单位来说 他可能只要几个罐头就好 很少的东西 就梦不到 孩子数也不多 长辈数也不多 但他梦不到 那梦不到 可能只是他的知名度 或说他太小的单位 或说他服务的类别比较小 所以我们希望 做过这样一个方式 可以让资源 大家够用就好 你们服务超过 三百家的社服单位 你们 已经完成了 六十万件的物资 价值超过两亿元 持续增加当中麻加权 基本上我们有审核的机制 所以今天不是说 我举手 我想要加入平台就可以加入 我们还有我们审核的流程 所以我们要确保说 你也是认同我们的理念 因为有些单位可能会觉得 我只要加入就会有物资 那当然我们会希望是做到物资的管理 例如说你收到之后 你要回复 填写说你有收到 东西正不正确 然后再还要拍照回传给我们 我们要确定好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当初你要募集的 所以我们有这些的流程 是希望做到物资的管理 所以我们的单位也必须配合这些的流程 这样数字是持续的上升 因为我们在这几年来的 努力的经营情况之下 然后大家更认识我们 那更多是认同我们的理念 所以不只是单位配合 我们的捐赠者 我们一般的会员 他们也能认同这个理念 然后在准备物资的时候 都会很用心去准备 那就是怎么会起心动念 创建这样的平台 其实一开始 我是做电商仓储物流的部分 然后那我们在 其实也是下班的时候 先下时间去帮供应单位 做物资的募集 那当然每一次的募集 我们透过FB之类的 然后都会募集的很成功 我们会事先问好 他需要什么东西 多少的数量 然后捐赠 其实也都是我们自己的周遭的朋友 每次都完成很棒的一件事情 可是到有一次 我们亲自去送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 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因为一样 他需要多少的东西 多少的数量 我募到了 可是我送过去的时候 发现到这个中央堆满了 跟我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他就是过剩 过多了 另外一条走廊 放的都是 跟我的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很多人会捐 他们不需要的东西给他们 占了他很大的空间 那同时间有很多人 不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 也捐错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才跟我的朋友去讨论说 那有没有方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就把这样的像 购物网站一样点选 这是多少数量 然后放入购物车 然后送出 放入购物车 这样就结束 那我们把它叫捐物箱 对 所以我们这种方式 其实也是一步一步的 让社会大众知道 其实有一个更好的方式 来做捐责 很多人募到了东西之后 反而是堆在那边 没有办法送出去 送出去是一件大学问 家庭主妇 他出门比较不方便 对 我们的物流公司 就会到府去收 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也跟物流 不同的物流业者 谈了很久 因为大家不太能理解 捐物资到府收这件事情 因为通常都是去你送货到人家家里 不会去人家收物资 然后送到工艺单位去 对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你把它当成退货 你的司机只要当成去收退货 然后收到工艺单位去 就好了 我发现你们居然还把这个触角 伸到了在企业里面的一些刺激品 不要让它只是堆在那边 成为这个库存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平台来说 那捐赠其实它也是一种物品循环 跟永续的方式 在我们平台上面的话 是我们有很多的企业会来询问说 我可不可以捐什么样的物品 可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符合 供应当然需要的 很多的物品 它可能有态换的问题 或是当初标签贴错 或是集齐品 它就没有办法回到市面上去贩售 那他们会觉得说丢掉的很可惜 那是不是可以捐赠出去 比如说我们就说手机可好了 那我们在这过程中发现到 很多的企业是同意被做易卖 他说好我可以捐赠出去 然后你们也可以把它卖掉 没有关系 我们在前年的时候 我们就上线一个叫易卖所 这个新的平台 然后那目前其实还是在试水文 然后我们让工艺单位 可以专注在自己的服务 因为有些工艺单位 可能为了要一些收入 他可能就要花钱去卖东西 但其实他并不是他的本业 他们可能在行销在推广 甚至是出货 他都有很多的流程 是他比较不熟悉的 那我们希望说这部分 我们可以帮他 把后端的部分把它做好 那前端的部分就是跟企业的洽谈 我们可以作为企业合作的窗口 其实我们也在慢慢尝试说 让物品循环有不同的面向 所以捐赌是其中一条 然后我们易卖也是其中一种方式 那我们希望打造是一个 物品循环的生代圈 有没有哪些个案 真的在你心里面 留下很深刻的印记 会成为你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有时候会有辛苦的时候 或是在媒合 在工作上面的状况 那其中很多的单位 都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对他们来说 我们是很认同 而且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 到底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进而去帮助他们对外推广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是 我们刚上线的第一个月 收到超多的来信 然后信件内容有八成都是写说 我们以前有曾经想过 类似这种的捐赠的方式 可是都觉得不太可能会做得到 但没想到有人把它做出来了 我们曾经碰过笔电是不能开机的 笔电不行开机 是没有充电还是真的就坏掉 对单位来说 他们的经验就觉得一定是送到坏掉的东西 所以他要丢掉 可是他们还是要照我们的流程 跟我们回复说 他收到笔电不能开机 然后他把它丢掉 我们说你先等一下 我帮你问一下 因为毕竟对方花了100多块运费 寄过去一台笔电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会有坏掉 那后来还发现到 那个笔电是电池坏了 他只要插着那个电源线 就可以继续使用 所以他是正常的 他只是电池有问题 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都会跟单位去沟通 刚刚有提到 比如说像是物资 从我们的收售 然后一直到这个发送 其实我们都有经过层层的把关 那你自己是不是也需要 走访各地 然后去看第一线的状况 我们对于这些工艺单位来说 他片一步在台湾各地 然后服务的类型 种类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也要花点时间去走访 就没办法说 他们交资料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清楚 知道他们的服务的内容 很多时候其实是要 我们自己清楚去跟他们沟通 或者跟服务对象的互动 让对未来我们在媒合上面 或者跟民众跟企业介绍的时候 才有更多的一个资源跟内容 捐赠物资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概念 不管是他捐了对也好 错也好 其实在受证单位的部分 其实都应该还有一些地方 是我们还可以再改善 你有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的社服单位 我们合作的公益单位 然后对我们的平台的捐赠者 跟会员是非常的感动 那感动的是 很多人会放一些小纸条跟故事 去跟对方讲 我为什么要捐这个物资 其实这也是我们当初设想不到 因为我们只想解决物资 捐错跟过剩嘛 我们也没想到说 其实物资背后它都有故事 那我那时候看到有个单位 他跟我讲说 他有一个卡片 就是捐赠者写的 他就是文具礼合组 当然他不是一个很难捐的东西 可是对方放了一个卡片 就我们有点吓到 就是他写说 这些东西是他小时候 爸爸买给他的 然后他那时候不懂事 然后所以他常常吵着说 我想要买什么东西 可是爸爸都会买给他 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就是一份简单的礼物 可是好多人都后面都有这些故事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写成卡片 送给了那个受证者 然后我们的单位跟我们讲说 他受证者也很惊喜 他很感谢对方 可是他不晓得对方是谁 可是他第一次收到了一个卡片 是有一个人祝福他的一个卡片 那个卡片其实那个力量大于 他拿到那份物资的力量 今天非常谢谢 爱图词的陈嘉诚来到了现场 跟大家来分享 刚刚我还是哭了 把持不住 但是我觉得 我好喜欢这种感动 我也希望所有线上的朋友 跟我一样呢 拥抱这样的幸福 幸福密码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